美國疫情大爆發 卻不斷對大陸施壓 美國搶了那麼多疫苗 卻不願意給之前的印度 到現在的鄰居秘魯 但是紛紛遭受到反噬了 現在不只遭受到Delta的衝擊 秘魯的Lambda的病毒 也造成了千名的美國人染疫 我們先來看到上週五的時候 美國單日已經超過了 12萬例的確診 這是自6月以來 怎麼樣呢 單日的新增確診的 最高的一個病例數 美國來看到的是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院長科林斯 他就特別說 美國正瀕臨崩潰 最早在印度發現的 感染力很強的變異病毒株Delta 導致了美國疫情加劇 每天的新增確診 已經攀升到了11萬8千例 創下了2月以來的新高 根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 在美國東部時間8號的數據 美國新冠感染肺炎的確診病例 已經超過了多少 3575萬例 累計死亡的病例超過了61萬的病例 美國甚至出現了去年12月 在秘魯首度爆發的Lambda 也就是大陸翻譯叫 拉姆達的病毒株 美國已經有1060例的Lambda的病毒株 引發了新冠肺炎的病例 由於Lambda的變異病毒株快速的傳播 來看到的是美國的新冠肺炎感染 住院還有死亡的病例 也不斷不斷的在增加當中 美國冷漠其實現在反而害到了自己 美國疫情嚴重 但是不忘對大陸針對病毒溯源來施壓 就被批評說美國是難道在甩鍋嗎 轉移疫情不利的焦點嗎 美國搶了這麼多疫苗 但是捐疫苗被說是慢半拍 尤其美國把疫苗當成了戰略武器嗎 例如最近就頻頻給什麼 給要拉攏抗中的東南亞國家 但是對於自己的鄰居 譬如說南美洲的秘魯其實很近 美國在這 南美洲在秘魯這個地方 卻沒有看到很多大的幫忙 相反的是 卻是大陸給予了秘魯很大的幫忙 例如說秘魯總統你可以看到 其實秘魯總統卡斯蒂略 他的夫妻兩個人在6號的時候 就接種了大陸國藥集團的疫苗 其實卡斯蒂略還特別說他接種完之後 強調會選擇大陸的國藥疫苗 就是因為對大陸疫苗有信心 全力的推進新冠疫情的接種進度 這是秘魯政府當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還說民眾趕快來接種疫苗吧 保障你的健康 南非其實也在什麼時候 他在6號緊急批准的使用 大陸的科興疫苗用於對抗疫情 目前秘魯3300萬人當中 只有570萬人完成了兩劑的疫苗接種 秘魯將要全力的加快接種的進度 希望能夠在9月實現了1350萬人 完成接種的目標 美國不幫忙秘魯 反而讓秘魯出現了 LAMDA的變異株 接棒怎麼樣 接棒Delta 現在已經逆襲美國了 造成千人染疫 從之前包括了像是不幫忙印度 反而遭到了現在的Delta 所苦的美國 未來會不會因為這個秘魯的LAMDA 變異株再次變成大爆發 也引發全世界的關注了 由於Delta變種病毒肆虐 美國疫情往上飆升 八號單日新增確診十一萬八千例 CNN用五個數據 形容美國疫情的嚴重性 平均七天新增感染人數超過十萬 一個月成長九倍 新冠住院人數六點六萬人 創下二月以來的新高 孩童以及青少年感染率 在一週內暴增了百分之八十四 另外感染Delta變種病毒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三 因此主流媒體用我們快輸了 形容目前的狀況 美國國務院院長克林斯表示同意 另外美國白宮首席防疫顧問佛奇警告說 如果不打疫苗 它會讓病毒有機會繼續延變 事實上美國去年十二月首次在秘魯縣中的 Lambda變種病毒 現在已經有一千六十個相關病例 目前市衛將Lambda定為關切變種 但是對它的傳染力 以及對疫苗的抵抗力都沒有定論 因此一屆認為民眾 還是應該戴口罩以及接種疫苗 否則就是拿性命開玩笑 有如在玩自殺賭博的俄羅斯輪盤一樣威脅 記者綜合報導 收到的對抗疫情 我們來看到的是中國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院 還有太和智庫 海圖國智三家智庫 其實在北京發布了 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的研究報告 這是全球首份揭露美國抗疫真相的智庫報告 全文高達了2.3萬個字 博斥 比如說之前彭博社 關於美國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謬性 報告得出了結論 美國是當之無愧的八大第一 包括了來下面的這邊 包括了什麼呢 什麼是第一 包括了全球第一抗疫失敗國 還有政治甩鍋國 還有疫情擴散國 以及政治撕裂國 還有第一的是貨幣濫發國 還有疫情的動盪國 還有包括了是虛假信息國 另外還有的是溯源恐怖主義國 報告揭露了美國政府在疫情防控 政治措施 溯源調查很多方面 反科學反常識 是美國成為對抗疫情失敗國的直接原因 另外提到這個數字的時間點 2020年的5月26號的之前來看到 在英國的英語的媒體當中 有關於像是新冠病毒的假消息當中 竟然約38%的報導都提到了川普 也就是特朗普美國前總統 可能是新冠肺炎的假訊息的最大推手 美國總統成了假訊息的最大推手 報告還大膽質疑說 像你美國在2019年下半年 爆發所謂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統的疾病 或者是白肺病 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呢 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國其他的生物實驗室 到底在開展什麼樣的研究呢 是否跟冠狀病毒有關係呢 安全措施又狀況如何呢 以及全球的新冠疫情的起源 是否到底有沒有關聯呢 這些都是新冠溯源當中 應該要獲得解答的疑問呢 但是這一切他就指控說 美國政府一直都在掩蓋當中 報告還認為說 美國正在肆意破壞全球的對抗疫情 作為全球頭號的強國 美國卻放任病毒擴散 致使他國疫情更嚴重了 例如說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 美國還多少呢 美國還有兩千多萬個公民啊 來進行出國 那另外呢 美國對抗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擴散 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拜登指示呢 像是美國的情報部門 九十天內要提供疫情溯源報告 就是八月底就要報告出來了 美國諸多官員呢 還陸續就疫情溯源表態 無端製造了國際紛爭 對於美國自己的疫情呢 早期的傳播存在了很多疑點 美國面對國際關切的問題 卻始終是迴避的 美國對外出口新冠疫苗呢 占了多少 占了好低好低啊 占了怎麼樣呢 美國疫苗產量的不到百分之一 除了拒絕國際疫苗的合作 另外美國還以退群再入群的行為 擾亂的是國際抗疫的秩序 對比呢這新冠病毒 更致命的病毒就是美國代理之下 不斷滋長的溯源恐怖主義 另外呢來看到當初不斷的鼓吹 病毒溯源的就是誰 美國前總統川普特朗普 和華爾街日報啊 常駐的白宮記者 他撰文新書有揭露呢 美國前總統川普啊 居然曾經公開讚賞希特勒 並且肯定呢 希特勒在1930年代 德國經濟復蘇期間 起了很大的作用 川普這方言論呢 無視當前來看到的是 當時德國表面上的經濟反彈 還有呢失業人數降低 都是建立在反猶太人的政策之上 時任總統辦公室的主任 也不得不趕緊幫川普找台階下 強調希特勒完全有責任重建經濟 但是這些成功也無法抵消之後 納粹對他所進行的納粹 所犯下來的暴行 拜登對抗疫情不利 已經重創了自己的民調 但是呢他還要面臨剛剛說的川普的壓力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發言人史派塞呢 在最近接受訪問時有透露 川普已經準備要參加2024的美國總統大選 那會選上嗎 史派塞有特別指出來說呢 過去幾個月拜登政府的施政 尤其在移民政策上 可以說是笨手笨腳 無能為力 導致呢川普考慮放眼參與2022年 其中選舉之後的選戰 而且呢也要計畫在其中選舉期間 成為一個King maker 為了要參選呢川普已經存了1.02億美元 還成功減重喔 也保持著領先的支持率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呢 其實有呼籲全世界這些有錢國家 你不要施打第三劑的疫苗 來作為加強防疫的能力的預防性措施 希望怎麼樣 把這些疫苗啊留給貧窮國家 提高了全球的疫苗接種率 這些國家包括了什麼 美國 歐洲啦 有英國啦 法國 還有中東的以色列 但是這些富有國家沒有聽進去世衛組織的勸告 根據呢美國疾管中心CDC的通報資料 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經呢 搶先注射了第三劑的疫苗 儘管美國食藥署呢還沒有批准 美國人接種新冠疫苗的加強劑 也就是第三劑的疫苗 但已經有九百多人接種了加強劑 這些案例啊都是醫療院所主動通報的 因此實際上接種的人可能會更多更多 而這些呢美國人之所以可以接種 加強第三劑的疫苗 是因為呢他們到另外一個州打了第三針 有人還會謊稱沒有接種過疫苗 只是打了第一劑 因此可以利用這樣的漏洞 美國不只啊被說 對於自己的鄰居啊秘魯很冷漠啊 墨西哥對於美國能否給予足夠的疫苗啊 恐怕也是點滴在心頭 墨西哥的總統來看到羅培茲 歐布拉多將要跟了美國副總統 賀錦麗通上電話 討論是COVID-19的疫苗議題 來看到是墨西哥總統在一場演講當中說 墨西哥獲得了承諾就是美國政府 將會提供更多的疫苗 他當然感謝美國稍早已經捐贈 大約三百五十萬劑的疫苗 同時期待另一批貨再增加一百三十五萬劑 但是墨西哥人口是西班牙語當中啊 也就是拉丁美洲當中 第二大的人口大國 僅次於巴西 他高達多少人 1.276億人 美國最近才給三百五十萬劑的疫苗 他還是你鄰居耶 有給多大幫助嗎 也引發大家的質疑 美國這些大國不加快呢 這個所謂的捐疫苗的速度 恐怕會導致更多變異病毒株的傳播嘛 最後可能會反噬回去這些高收入的國家 尤其來看到的是現在變異病毒株都是用希臘字母來命名的 但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就說了 一旦二十四個希臘字母通通用完的話 考慮要用星座來命名 新的新冠變異病毒株 來看到是世衛組織呢 五月三十一號有宣布 從當天起啊 要把最早在英國啊 印度等國發現的新冠變種病毒株的名字 改用希臘字母來命名 主要就是為了避免對相對國家造成汙名化 依照新命名的方式來看到 最早在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株 改稱叫Alpha 另外呢 在南非發現的就是Beta了 另外呢 還有看似這樣以此類推 但截至目前呢 世衛組織已經用了希臘字母多少 十一個新冠病毒的病毒株 也就是最近在秘魯發現的Lambda的病毒株 但是美國這些大國如果不捐疫苗的話 讓開發中國家能夠趕快控制住疫情的話 二十四個希臘字母恐怕都不夠用 未來可能真的得要用到新作命名了